如果是為了政治去外國 你真是想搞政治 不如回大陸搞革命 你要結束一黨專政 在香港也無法結束 在戰中時我都跟他們說 戰中沒有用 要戰領中南海才行 你都不去要革命的地方 怎樣革命呢 他們如果真的移民 為了政治注定失望 為了經濟 空間一定比香港少 有些人預期 接下來香港有很多人移民 移民成功 就會賣樓 人去留空 連錢也走 香港以後就沒有運行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為何預期那麼多人移民 主要是英國有個BNO的計劃 英國自己估計 可以到達三十多萬人 如果純粹說有資格去的 可能去到達五百萬 當然不會每個人都去 從現時的情況來看 市場上的確間中有些人說 移民、放盤 報紙上又說 誰削價一成成半 賣樓 但是個別現象就很難說 整體的樓價以中原城市指數 即是用科學方法統計出來的 樓價在去年 其實是調整很少的 全年都是年尾和年頭 都是欠1%左右 差於物業股價署的數字 亦相差不遠 顯示 移民、賣樓 走的人 其實是 市場有足夠的吸納能力消化的 我自己認為最壞的情況 應該在過去大半年出來了 如果那段時間都不跌 之後就比較難跌 因為去年實際上市場 充斥的都是壞消息多的 政治上社會撕裂 經濟上中美又有磨擦 香港又受疫情影響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樓價都不跌 證明它的根基是不錯的 今年很多事情都轉回強很多 譬如經濟上 證明中國的外循環 沒有怎樣減少 有些更增加 譬如外貿數字 資金流入中國數字 其實是增加的 香港在外循環扮演的角色 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另外疫情 有了疫苗之後 應該逐步受控 經濟活動會恢復正常 我自己覺得 現在移民在樓價方面的影響 不大 至於人財方面的影響 有嗎? 當然有 英國也覺得香港這批人移民 都是在英國帶來好處 如果從人道考慮 英國應該把BNO給羅興亞人才對 羅興亞人被追賺到走到海 根本是最需要幫助的 香港一段時間都未去到這麼嚴重 所以從人道主義考慮 他應該是幫羅興亞人才對 幫香港人當然是 貪香港人有錢、有知識 去到也能幫到英國手 因為現在 他那個是 5加1 5加1 即是你住5年之後才申請永久居留權 住完第6年 然後才申請日籍 為何不是6年? 如果住夠6年給你日籍 每個人都 起碼去的時候都知道 只要住6年就有日籍 他現在不是 頭5年就送給你 又不用考你英文 又不用找到工作 你夠錢生活 就給你去 但是 5年後 申請永久居留權 是否實批你呢? 沒有實批 如果你 錢就花光了 他想著你遲些 要依靠政府提供福利 他未必會讓你去 或者你的英文不夠好 無法融入社區 你的工作 亦都不是英國需要的工作 到時可能 打回頭的 如果他真的給香港人有機會 應該是1加5 住1年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住多5年就給你日籍 這樣一早就知道有沒有日籍 現在是不知道的 所以亦都可能有些人 住不夠5年已經發覺 未必適合 因為我自己看 從整體經濟的發展去看 現在英國也好 或者歐美發達地區也好 接下來的經濟增長 都是相對緩慢的 1-2%左右 香港有機會 有機會3-4% 大陸有機會5-6% 如果純粹說經濟生活的改善 當然 GDP增長 快的地方改善的機會較多 所以你移民 歐美國家 就注定在物質生活上 改善得慢過香港 如果你說 我不是為了物質生活 因為政治理念 香港那套政治理念 譬如說民主選舉的終極方案 那套方案去到美國 美國不讓你走 去到英國 英國也不讓你走 英國的選舉方法 美國選舉方法 都不是香港那種終極方案 美國就是間選的 由選舉人選總統 都不是一人一票選總統的 選舉亦都很複雜的 你要改善法 難度極高的 所以如果他們將香港那套 改善到外國 去搞政治 一定會很失望 外國會讓你搞甚麼呢 就是搞中國的政治 搞香港的政治 但是人們離開了本土時 還要想搞那裏的政治 效果是很難出現的 吳議開希離開了中國 黃丹離開了中國 還想影響中國的政治 在報章上、傳媒上發聲 在香港有事的時候 為反對派、為美國想看到的東西 發聲就可以了 但是要在中國政治起作用 就很難了 所以如果你說為了政治去外國 你真是這麼想搞政治 不如回大陸搞革命 你要結束一黨專政 在香港也結束不了 在戰中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說 戰中沒有用 要戰領中南海才行 你都不去要革命的地方 怎樣革命呢 所以他們如果真是移民 為了政治 注定失望 為了經濟 空間一定比香港 所以我自己相信 現在還未離開 想想想 發覺未必能拘捕 他一定離開也有問題 香港從來都是移民城市 不斷地有人日 亦有人離開 但是移民城市通常動力比較大 可以套顧立新 來到一個新地方 就要搏殺 我自己覺得 以香港現在的空間 上來香港發展的人 是不會少的 香港是屬於發達地區 但是因為貼著中國 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比歐美國家更高 一些 吸引人才 是不需要擔心的 我不相信 因為有移民潮 香港以後 人財短缺 人去流空 資金又走 一路沒落 我相信 十年後 你再看看香港 不會差過現在的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給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